我们是飞行员新嘉诚 我们是弹药押运员 他们岗位不同 但使命相同 在深海 在太空 在高原 在边陲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 使他们默默坚守在战位 守护着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我是一个兵 战位最神圣 军事纪实 五一特别节目 战位之上 致敬生产和平的中国军人 胡军队组 複装 柯炉 磕炉 镇 8 7 6 5 4 3 2 1 交火 交火 这是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 神舟5号飞船在长征2号F火箭的托具下 腾空而起 杨立伟也成为了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渔远 在电视屏幕上 人们看到的是杨立伟神情自若的英雄形象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就在飞船起飞过程中 杨立伟险些于死神擦肩 飞船起飞过程中 为了克服地球引力 火箭会逐步加速到入轨速度 航天员整个身体都会被重重地压在座位上 承受6到8个计的巨大过载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游乐园坐过那种大型过山车 可能会感觉到头晕眼花 这个时候人身体承受的过载 大概是自身重量的两倍左右 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计 但是我们航天员在进行这项训练的时候 要求过载必须达到自身重量的6到8倍 过载量大会造成航天员呼吸困难 供血不足心律紊乱 对于这些可以预知的状况 航天工程人员通过座椅设计 与航服增压等措施 尽量减少过载的风险 同时在地面训练中 航天员也经受了大量的超重耐力训练 为的就是能够对抗过载 然而在飞船起飞后不久 训练成绩一向优秀的杨立伟 却在过载之外感到一种全新的震产 原来起飞后不久 火箭与飞船之间突然开始产生低频共振 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共振非常敏感 它会造成内脏跟着一起共振 产生巨大的痛苦 甚至导致航天员休克 这是我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 这种情况谁都没有预料到 然而神州五号飞船上 只有杨立伟一名航天员 如果他真的出现休克 那么我国首次载人航天行动 也将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刻你是觉得你代表国家 代表祖国去到了太空 在全国人民的注目下 杨立伟用身体和意志对抗着低频共振 足足26秒 事后杨立伟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从空军飞行员转变为航天员 和所有受训人员一样 杨立伟经历了大量复杂的针对性训练 从飞行员要过渡到一个合格的航天员 他确实要经过千水百炼 经过我们八大类近百个科目的训练 转移训练 振动训练 着陆冲击训练 海上救生训练 这一系列高风险高负荷的训练 是航天员生活的主旋律 只要在航天员大队一天 他们就必须得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训练下去 好 陈冬 上 下面咱们进行八计三十秒的一个赚钱对照 明白 陈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准备 启动 这就是超重耐力训练 航天员需要在高速旋转的座舱内完成 这种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飞船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 航天员能够承受巨大的过载 始终保持清醒 正确进行操作 你的胸腔会被压 就是感觉肋骨都被往下压了一部分 肚子那肯定就已经被完成了 脸上的肉就像压的一样 就这么压的时间往下压 在外面看你的脸整个是变形的 就是说如果做八个季拍张照片 和我正常拍张照片让别人去认 基本上没有人能认出来 这俩是一个人 对抗过载必须要有很好的腹肌力量和背肌力量作为支撑 为此航天员们加强了腹背肌肉力量的训练 在训练的过程中 航天员会出现脑部缺血 灰视或者黑视的情况 可他们不仅需要坚持做完全程 并且还要通过对抗离心力 保证身体各项指标的正常 如果你没有坚强的强健的体魄 和这种过硬的对方动作 是绝对挺不下来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深海 在太空 在高原 在边陲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 是他们默默坚守在战位 守护着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我是一个兵 战位最神圣 军事纪时 五一特别节目 战位之上 致敬生产和平的中国军人 2008年9月27日 16点58分 中国载人航天迎来又一个标志性时刻 宅志刚抓住扶手 飘出舱外 进行太空行走 太空中首次留下了中国足迹 这一步看似轻松 却浓缩了无数航天人的心血 寄托着中华民族探索太空的千年梦想 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 为了完成这次出舱 神州七号航天员翟志刚 刘伯明和景海鹏决心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2008年9月25日 21点10分 神州七号载人飞船 飞上太空 按计划 航天员翟志刚和刘伯明 将完成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的任务 神州七号出舱五分钟 神州七号名了 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我是玩病人开门拉这个舱外 那真是权力 那咋拉也拉吧 那劲儿太大 第一次拉门 翟志刚和刘伯明使出权力 舱门却纹丝未动 第二次拉门 舱门拉开了手掌宽的缝隙后 又迅速吸了回去 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透支到极限 真空的这种环境下 它的物理的一些特性 就了解得不够深入 所以就是当时那个舱门打开了之后 它马上就又有气给它顶过去 它的舱门就很难打开 如果舱门打不开 神奇的核心目标 出舱活动就无法进行 休息片刻后 刘伯明把一根撬棍递给翟志刚 两人利用杠杆原理 艰难地撬开了舱门 就在翟志刚和刘伯明准备出舱时 轨道舱中却突然响起了火灾爆警声 在太空中一旦有火花 轨道舱很可能会发生爆炸 声音非常大 而且是轨道舱火灾 连续的轨道舱火灾 第一反应是头皮都发凉了 感觉那个头发尖全都竖起来了 此时太空出舱活动即将展开 无数中国人都在电视机前瞧手以判 是排除警报还是按计划出舱 对于三名航天员来说 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们升起这次任务 是什么 就是出舱 那么我们把出舱任务完成了 就代表我们这次任务顺利地结束了 那么至于我们回不回去 我就跟他讲 我是对我们称呼来讲 对我们你我来讲 其实个人的生死 国家与民众这个大一项 幸福会满 危急时刻 他们果断决定改变计划 由翟志刚继续执行出舱任务 刘伯明排除火灾隐患 全州七号办法 我已出舱 感觉人好 全州七号 向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的问候 当翟志刚走出舱门后 刘伯明迅速返回轨道舱 排除火灾隐患 一旦发生火灾 最理智的选择 就是井海鹏把自己所在的推进舱 与刘伯明和翟志刚所在的轨道舱进行分离 然而一旦分离 翟志刚和刘伯明很有可能随爆炸牺牲 某位发现有招呼的趋势 可能那是当时就得求着他了 我说你要把我们和翟志刚所在的轨道舱 要把它分离出去 那个时候含着眼泪 我说不可以 我也不会这么做 如果说把你们俩留在天上 我一个人回去了 我怎么面对大家 绝对不可能 最终经过排查 轨道舱的火警为误报 出舱任务完成后 刘伯明 井海鹏和翟志刚三人 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靠着坚定的意志 三名航天员在太空中化险为夷 完成任务顺利返航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每一位航天员入队时 都要面对国旗 虚下庄严的承诺 事实我记得就是 第一句话就是 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英勇无畏 无私奉献 不怕牺牲 甘愿为祖国的占航天事业 奋斗终身 以上事业我们圆绝地行 每一次重温事业 航天员们都会有更深刻的感悟 训练中的坚持 任务中的忘我 哪怕牺牲生命 也要进行自己的真正事业 你说航天员不怕死吗 我觉得是个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有血有肉的人 每个人都会非常珍惜 自己的生命 航天员也是普通人 只是航天员在 面对任务的时候 他是有娶有舍 就把生死置之到了度外 但把生死置之度外 并不代表航天员 就没有牵挂 我想每个人 都有非常多的牵挂 在我们每个人出征的时候 都是正当壮年的时候 上有老 下有小 我是家中的独生子女 我非常牵挂我的父母 我是一个妻子 我也非常爱我的丈夫 航天事业的特殊性和高风险 要求航天员尽量减少情绪波动 但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们也会担心 他们也会牵挂 但是为了飞天的梦想 航天员们只能把情感深深地埋在心底 用行动书写 对祖国的爱 这是拍摄于2016年底 神州11号返回时 航天员大队迎接航天员再遇归来的珍贵画面 航天员景海鹏 陈东在执行完33天的太空任务后 终于回到了地面 我们圆满完成了 神州11号飞行内部 安全返回 深情归见 请指示 航天员 京海鹏 航天员 全都 敬礼 久别重逢 航天员面对最亲近的战友和家人 没有荡气回肠的语言 只有彼此饱含热泪的眼神 在这些航天员中 除了大家熟识的面孔 还有一位很少为外界关注的航天员 邓清明 一位被奉过三次飞天任务 但至今仍没有上过太空 的航天员 2016年10月 神州11号载人飞行任务 进入倒计时 发射前一天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问天阁里 气氛凝重 执行此次任务的人选 将在这里宣布 宣布的结果是 明天的神州11号 由京海鹏和陈东去执行 我和另外一名航天员 除了备份 因为一次两次第三次的时候 你想没有错外感 没有失落 那是不可能的 来不及整理内心的失落 邓清明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 当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邓清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一下飞机我就看到了 一个红色的衣服 一个女的 宝着一个鲜花 我一展 这是我爱你 你没有上 我也要穿红色的衣服 去接你回来 一样 我是要一样待遇的 我们俩都很开心地笑 一个朋友 跟我们造了一张照片 他笑得也很灿烂的 我有一个女的 迁就干 我也没法讲对不起 这话不能说 我死都灭了 我那时候眼睛里有泪水 但是我就是想了 我不能 我爱人和我女儿 像英雄一样 把我迎进家门 我掉往前走 我看他坐得满满的 一座好台迎接我 这个时候 我大也没法控制自己 我就通到卫生间 把门关上 把水灵灯打开 我的哭声 和水灵的声 交织在一起 我的泪水和自来水 交织在一起 真是苦了 在家里仅仅待了一个晚上 邓清明就赶往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 投入到紧张的地面 支持工作当中 在地面联系到无数遍 暗数以心 别人不可能 有我这么熟悉 有些专家只知道 他这个系统 对另外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以系统借口自己的东西 他不是特别熟悉 我熟悉 在神州十一号 执行任务的三十三天里 邓清明坚持在地面值班 隔着三百九十三公里的距离 他的心始终与天上的航天员 连在一起 纵使三次辈分 三次遗憾地没能登上太空 但邓清明并没有丝毫放松自己 他将宁可背而不用 绝不用而不背 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 每天早晨六点半 邓清明准时来到航天员中心的体训馆锻炼 这个习惯 他已经坚持了二十二年 尽管已经年过半百 但邓清明依然身体强健 活力四射 他的航天生理功能 始终保持在优良 而出色的心肺 和心血管功能 更是让普通人望尘莫及 玩不玩能量是最重要的 谁完成能力 都是完成能力 谁在飞 都是航天员在飞 因为只有航天员把任务完成 哪怕是作为辈分 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这是一张航天员大队成立时的合影 我国首批十四名航天员中的五位 已经停航停训 他们默默坚持了二十年 最终也没能等来飞天的机会 但这并不能湮灭 他们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 吴杰 赵传东 李庆龙 陈泉 潘战春 准备 启动 开始 动腰入水 现在 航天员大队的全体人员 都在为我国空间站的建设 进行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航天员的训练始终是围绕着 国家的战人航天计划的安排 来实施的 目前的这个训练呢 我们呢是 在积极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 对于航天员来说 纵使在训练中碰到各种困难 他们也必须完成挑战 哪怕直逼生理极限 他们也必须成功克服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是航天员对飞天梦想的追求 更是对忠诚和责任的权势 抛整流罩 东风抛整流罩 整流罩一打开 我从飞船旋转口 一下看到我们美丽的地球和太空的时候 我的心中也在默默地喊着 美丽的太空我真的来了 影响很深三种颜色 就是黑色 那是漆黑的宇宙 很深血 然后就是蓝色 就是我们地球的海洋 白色 我们地球上空的白云 真的是非常美